2014年南加州佛教界联合庆祝佛誕节大会 昨日在南爱尔蒙蒂市 Whitier Narrows Regional Park 举行了 联邦第39区众议员 暨众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罗伊斯 联邦第27区众议员赵美新女士 以及驻洛杉矶台北文化经济办事处的 令狐荣达处长等人都有出席 这项由法光寺以及佛光山新来寺 联合主办的预佛法会 庄严的中古生回荡整座公园 除了南北传 险教 密教的佛教徒 以及社区民众以外 也吸引主流与西语异人士的参与 来自各寺院的金刚师兄 手持国旗与五彩缤纷的佛教旗 护送由法光寺 西来寺 法身寺 及静宗学会的护法居士 所引请的太子教进入会场 展开法会序幕 平日在寺院担任一工的金刚师兄 以及身着泰国修道服 旗袍 印度服 等服饰的四组队伍 分别呈现香 丹 花 石 宝 猪等供养 并由南传北传法师 诵经祈福祝导 现在佛诞节呢 也像我们西方的圣诞节一样 其实逐渐的也变成了一个文化的节日 非常多的人今天来到这个佛诞节 也是来参观展览与佛 同时呢来品尝各种各样的美味小吃 法光寺助持善光法师指出 活动展现佛教界的团结 希望透过庆祝佛诞节的仪式 将佛陀不舍众生 为世间带来光明温暖及力量的精神传扬出去 让社会人士感受佛陀的恩德 大法会的用意是要让我们人活得更踏实 然后度量更大 得到幸福平安 我们的心通常都有贪嗔痴慢疑 然后借着佛诞与佛的用意 来洗涤我们身心肮脏贪嗔痴痴慢疑的这个心 让我们的心亲近无染 才能获得人生的幸福 活动总干事陈伦杰表示 感谢企业界以及政商名流的赞助 成就今年度的佛弹节大会 令南加一万多位民众 有机会共同欢庆佛弹 接下来卫视记者李浩辰采访报道